大家好,这里是阅读中国,我是阅读大使姬玉华,今天带给大家的诗是唐朝诗人李乔的《风》。 《风》 唐李乔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,我将千尺浪入竹万甘霞。 能让秋天的叶子凋落,能使春天的花儿盛开,能在吹过江面拾起千尺巨浪,能把万甘竹子都吹歪些。 这首诗的作者是李乔,唐朝人,年少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他文章写得好。 在武则天和唐忠宗当政的时候,他当到了宰相这样的大官。 李乔的文章对唐代的律师和歌行的发展,有一定的作用与影响。 他继承了王博、杨炯的风格,又和杜沈妍、崔荣、苏卫道这三个人的文章齐名,他们私人被称为是文章自有。 在唐代,苏卫道和李乔被人称为苏李,就像人们说李白和杜虎为李度一样,那是相当了得的称呼方法。 李乔的诗书录在《全唐诗》里,存有五卷。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他的事迹,将来等你们长大了,可以在《新旧唐书本传》《唐才子传》里面看到。 风是如此寻常的自然之物,却又是我们天天都会见面的朋友。 那么,你关注过它吗? 作者正是因为关注了风的各种形态,才写出了如此精辟的诗歌来。 这首诗仿佛在任何一天都能写出来,不需要时间地点,只要坐在那里观想风,观察风,这首诗就自然地流淌出来了。 现在,就再来品尝一下李乔的这首风吧。 风是神奇的,风是柔弱的,风又是强悍的,风是千变万化的。 风是敏感的,多情的,稀晚的,千姿百态的。 风能创造奇迹,也能毁灭建筑。 风既是我们的好朋友,也是制造灾难的元凶。 我们可以利用蜂蜜发电,也会被龙卷风吹上天空。 那么,看看诗人在这里描写的风的特性吧。 第一句,解落三秋叶。 三秋是这秋天,九月份。 解落是说吹落的意思。 但是,作者没有用吹落,却用了解落这个词,用得非常好。 给人的感觉,是有人动手把叶子从纸条上写下来, 给我们画了个风的形象。 风像人一样,也有手,也能像解鞋带一样把叶子解掉。 可是,如果换成吹落,就缺少了这样温柔的人情味。 用解落这个词,让我们感觉风的动作很贴近人类的行为,不那么残酷。 没有产生让人感觉秋风扫落叶子萧瑟的感觉。 第二句,能开二月花。 二月是指农历二月,也就是三月底,四月初时,就是春天了。 风能把春天的花给吹开了。 这是谁都知道的,就不用再多讲。 可是,如果没有春风,花能自己开放吗? 在我们的感觉里,是不是花就是因为春风以来才开放的呢? 这两句诗,写得比较柔和。 到了三次句,突然就变调了,像是一首歌,忽然高抗了起来。 第三句,过江千尺浪。 风吹过江面就能掀起千尺浪花。 哇,那其实是不是很可怕呀? 人要是在江面船上,还不得掉到江里了? 第四句,入竹万甘霞。 风扫过竹林,任你是一万根竹子,秘密地排列着,也不能不倾斜下去,弯下腰来。 这,就是风的力量。 它可以很温柔,也可以很猛烈。 它温柔的时候,吹迷入甜甜的梦香。 可是,它凶悍的时候,伴随着怒吼,仿佛要把房子掀起来。 那么,风还有什么特性呢? 你也来仿照这首诗,写一首关于风的诗怎么样。 或者,至少是在听完这首诗的时候,站在屋子外面,闭上眼睛,感受一下风的存在。 最后,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一下这首诗吧。 解落三秋夜,能开二月花,我将千尺浪入竹瓦甘霞。 这里是阅读中国,我是阅读大使季玉华,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感谢大家的感触是不是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